台湾小猪的繁殖技術是相当进步的 不过嘉义县农业处收到了一封 来自大陆广东的邀请函 除了夸赞我们的技术高超之外 业者还说希望可以提供小猪给台湾的市场 让县府人员看了好傻眼 因为台湾的猪汁来源充足 加上大陆可是口蹄疫区 走进了猪舍 里头满满的肉猪都等着被交易 国内宰猪繁殖技术进步 不过嘉义县府农业处却收到这一封邀请函 这一封从中国广东寄来的邀请信 里面附上了养猪业者的名片 以及一张邀请函 信中还夸赞自己每天有八千头猪苗 还提到不知宝岛同胞是否需要猪苗 每年可提供一百万头优质猪苗 来促进两岸经济和谐发展 还要县府帮忙推销 你觉得这样的一个做法 你们会做吗 我们绝对不会做 因为其实我们台湾的养猪技术很优良 而且我们的猪源非常的充裕 所以至于从大陆疫区进口活猪来台湾 依线型的防检疫规定更是不可能的 其实依照线型法规 中国是口体疫疫区 活体猪根本就无法输入 再加上本土猪猪源充足 根本就没有进口的必要 中国载猪不但市场没有需求 就连检疫都无法过关 收到这一封帮忙卖猪的邀请函 县府农业处不止啼笑皆非 而这异想天看的卖猪手法 也让人看得只摇头 杰尚俊龙 家宜报道